材料清单,黄酸,大蒜,猪油,白糖,老抽,生抽,姜末,香葱,麻油,白胡椒粉,淀粉,黄酒,切化的扇丝切断洗净,葱段,蒜末,姜丝,姜生抽,老抽啊自己喜好的比例混合,白糖,淀粉,猪油,料酒,麻油,白胡椒粉,用淀粉和之前调和的生老抽混合, 加入适量清水搅匀,烧起油锅,要热锅冷油,放入一半的姜丝蒜末煸香,烧烧爆香马上加入蒜丝翻炒,录制第一次拍步骤图第一张出片,手忙脚乱焦了一点,就不好了,放入蒜丝,加入料酒快速翻炒,翻炒几下过后,加入之前或和好的生老抽翻炒匀匀,之前一开始就加入淀粉,并以后面加入水淀粉 稀释酱汁,炒匀以后加入猪油,白糖,适量胡椒粉,麻油,一开始混合的清水要适量,扇丝需要中火炖一段时间,才可以确保断生,我没有做菜用凉杯的习惯,所以也写不出好生,炭汁收浓之后,装盘,撒上蒜末,酱油末,葱花,烧热一点油胶上,再淋一点点麻油即可,香油扇丝就做好了, 小切是皇上建议买新鲜活沙鲜化的,记得让摊主帮忙清理下内编部分,回家后还是要再洗一遍清掉血水残留